另外一方面还要来看看发生将不幸的悲剧 这是在台北线有一对恩爱的中年夫妻 他们在昨天跑到供疗的佛祖癌这个地方来游玩 当时呢看到断癌旁边的风景很美 先生跨过凉亭的栏杆要帮妻子拍照哦 要妻子来帮他拍张照片 但没有想到呢这么脚一滑 这位先生就在太太面前滑落30层楼深的断癌底 那么当时赶快请空勤队出直升机来搜救 只是找到的时候呢 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让妻子无法接受当场的恨复 听先生嘛哦 听先生 你太紧 放生了 或者丈夫死讯 妻子痛哭失声 万万没想到帮先生拍个照 竟然就此天然永隔 这对恩爱夫妻11号下午来到东北角 共聊佛祖癌游玩 走到这个凉亭看见现场海添一色风景优美 57岁的丈夫一时兴起 要妻子帮忙拍照 他跨过凉亭栏杆 蹲到癌边的草丛让取景更美 说实斥那时快 先生突然脚一滑往后摔 跌落30层楼高的断癌底下 应该是有看到有癌了 那他看到有癌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太太在上面有跟他讲说 要叫他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但是就是不小心他先生就滑了下去 千叮咛万嘱咐要先生小心 但是妻子仍然眼睁睁看着丈夫在眼前摔下去 现场陡翘的断癌 步行搜救要花一个多小时 空勤队出动直升机 但是却只找到冰冷的遗体 摔楼的意外这不是第一件 现场还竖起警告标语 但是仍有游客跨越栏杆拍照 只是这个妻子万万没想到 帮丈夫开心拍照 竟然变成了最后留念 中文新闻蔡中讯台北报道